好 好 好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人在德國 參加了歐洲公開賽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帶大家來看歐洲公開賽的比賽場面 那其實這個比賽我們也是第一次參加而已 所以這個場地我們也第一次看到 所以開箱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是人在門口 來看一下這邊 那個Match Render比賽呢 每一次都會這樣子 一定都會有一個兩個保鏢 然後要驗票 因為進去裡面看比賽其實都要門票 所以你要先買門票才可以進去 走吧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手環 帶著這個手環 我們才可以進去裡面比賽 就是選手專用手環 對 來看一下我們 每一次Match Render比賽 幾乎都是長大概這個樣子 紅藍燈光 這長得漂亮 對 因為它這次是紅藍 這是紅藍 場地非常大 對啊 這次的場地算是比較正方形的感覺 像之前英國公開賽是比較長條形 那這次比較四方形的感覺 我們去看大哥比賽 他遇到地主隊 他的加油團超多 非常多 所以我們趕快去助陣一下 有沒有看到大哥在這個方向 右前方 旁邊的人全部都是在幫對手加油 地圖 對 對 但那個好像蠻有風度的 大哥吃完他們也是會拍手 對我剛剛看大哥打贏 四二一局 然後也是都拍手也還蠻熱烈的 對 可是對手更熱烈一些 對 你看旁邊全部都是他的啦啦隊 我們等一下來拍看看 大哥這盤球打完之後 對方的加油團有沒有拍手 好 沒有的話我就用力拍手 好 這次的場地啊 比之前的還要亮一些 感覺好像比較明亮 以前的場外其實是蠻黑的 但這次算比較亮一點 對 其實這樣亮一點也還不錯 對 其實那個很黑 在裡面你看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看不到東西 對 而且如果有飛雲震的話 對 它感覺會有雲子在飛 這也不是有那種夜盲震 那種這樣子應該看不太到球 還是大家看一下轉播台 好 那我們先去看轉播台好了 大哥這盤還有很多顆球 現在轉播台呢是上一屆的冠軍 威能冠軍 對 然後遇到了這個應該 算是小將 但不知道是哪一國的選手 威能冠軍 氣勢很好 對 然後你看看中間那個地方 那個呢就是 16強龍頭的轉播桌 然後這個獎盃 就是 冠軍獎盃 歐洲公開賽冠軍獎盃 好想拿到 但是 應該不能拿走 只有在上面寫名字而已 希望這次我們三個 會有一個人 把名字放在上面 今天是比賽第一天 我跟秉翰的賽程都在第二天 所以 都還不知道會打得怎麼樣 這個是新加坡小胖 也是在混戰狀 對 我是第一天的第一場賽程 哇 這個這麼準 大哥準備打9號了 趕快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比賽場地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帶你們去看練球的地方 它這裡有設置練球的場地 然後在樓上二樓 我們練球的地方是在二樓 然後就從入口處進來的 旁邊有個通道 你就可以直接走到二樓 然後它練球有四張球台 而且它練球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是你從 樓上可以直接往下看 看到他們比賽的地方 然後非常的清楚 帶你們來看一下 就在這裡了 等一下是11點半的賽程 所以現在呢就是會有非常多的選手在這邊練球 那等到11點半那個場次的人都去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練球了 對 就會比較少人在這邊 帶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看樓下比賽 非常清楚 對 你看樓下真的是 一覽無遺 希望有一天觀眾席會做滿 我覺得快了啦 對 現在感覺 撞球的整個大環境都越來越好 應該有一天就是觀眾席全滿 想要買票買不到票 跟搶演唱會的票一樣 沒錯 今天這集呢 我們應該就 我們有波蘭遵守 對 那我們今天這集呢 應該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就是帶你們看一下我波蘭遵守的場地 那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囉